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铁磁性的物质 像我们如果磁铁 马蹄形的或者现在好多种形状的 它会把铁钉类的东西都吸起来 这是我们人们最初发现的 后来到19世纪 科学家奥斯特发现 磁的现象跟电的现象有关系 我们本来都以为说 只有某一种矿石它才会有磁性 某一种物质才具有磁性 后来科学家发现 磁跟电流有关系 比如说一个带有电流的导线 它附近如果有磁针的话 就是磁北针 这个磁北针会有偏转的现象 那么磁铁棒 那一根磁铁棒趋近 或者远离线圈的时候 线圈本来没有电池 结果线圈上会产生电流 瞬间的电流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认为 发展到今天我们认为 一切磁的现象 都起源于运动中的电荷 就是说电荷在运动中 彼此之间 作用力而产生的 彼此之间的作用力而产生的效应 运动中的电荷 运动中我们等等会讲 一个电荷在运动的时候 它的周围会产生磁场 一个电荷在磁场里面 它也会受力 相对于某一个观察者 运动的电荷 会在周围建立磁场 这个磁场会在另一个 场中 会在场中 另一个运动的电荷受力 会使得在场中运动的 另一个电荷受力 就是说一个电荷运动产生磁场 另外一个电荷在运动 就会受磁场的作用力 现在我们看一个图 这是一个电荷 我们用Q 正电荷在表示 如果这个时候 这个电荷以V的顺时速度在运动 电阻是B 电阻是B 这个电荷就会受力 会受力 那么这个力是多大呢 有实验发现 它是等于Q 乘上V cross B 我们用右手定则 V cross B 大拇指的方向就是 力的方向 这个要会比 这个有实验发现的 那么这个力 就是说 这个时候 在磁场中 运动的电荷会受力 这个力的我们称它叫做磁力 磁力 根据这个力 它的大小就是Q乘上V乘上B 乘上这两个向量 夹角的正弦函数 大小是这个 如果这个Q是正Q的话呢 那么它的力就是V cross B 如果这个Q是负的话 那就是这个方向 就是负的V cross B的方向 那就是报过来 OK 由上师知道磁场大小 有以下的关系 B场从这个数字 我们可以画成这样子的 对不对 从这里我们来看看 磁场的单位 如果我们在力用的是牛顿 Q用的是库轮 V用的是公尺 每秒公尺 这个是没有单位的 那么这个导出来以后 这个单位我们称它叫做Tesla 这个用牛顿 这是库轮 这是meter per second square 那么这是Tesla 减写为Tesla 所以磁场 我们介绍它第一个单位叫做Tesla 我们介绍它第一个单位叫做Tesla Tesla 然后我们现在注意这个式子 就是Q的电荷 以V的速度在磁场中运动会受力 对不对 这个力有几个特性要记住 所以你一定要应用它 你才会对它很熟 你不应用 你用背的没有用 两天 不用两天就忘了 从这个式子来看 因为它的方向是V cross B的方向 所以力跟速度垂直 力也同时跟B垂直 因为它跟V cross B这个平面垂直 所以跟这两个向量都垂直 这要注意 第二个 因为这个力是垂直于速度 我们知道一个物体在运动的时候 什么量是改变运动大小 什么力 什么力是改变运动大小 切线方向的力 对不对 什么力是改变 这速度大小是切线方向的力 什么力改变方向的大小呢 法线方向的力 那就是说因为力始终跟这个V垂直 那就是跟它的位移垂直 所以力是属于一种法线上的方向 法线上的力 所以这个力不会改变速度的大小 只会改变速度的方向 还有因为它跟V垂直 所以它就跟DX垂直 这是位移垂直 那也就是说位移跟速度是垂直的 速度是垂直的 这两个垂直当然就等于零了 这个积分就是零了 那就表示磁力不做工 磁力不做工 这要记住这都是很重要的 你不要当张只是会把这个 以枝树带进去求位之树 那这个不够 你要懂得它的物理现象 那么我们现在看 电荷它在有电场的地方会受力 力是等于QE 这我们前面讲过 然后又说电量 在磁场中运动也会受力 那所以一个带电体 在有电场跟磁场存在的区域 它可能会有两种力的存在 我们把这两种力写在一起 这两个加起来 把Q提出来 那就变成这个力 这个叫做Lawrence Force Lawrence Force 就是在有电场跟有磁场的地方 电荷所受的力 就是这个 现在我们将这个式子 写着以下的形态 这个式子 因为它会受 我们知道电荷会受力 在电场的地方会受力 有电场的地方它会受力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Q cross B 把它当作是一种电场 所以这EN呢 就是代表V cross B 它好像是一个电场 也就是一个等效电场 所以EN是一种等效电场 EN是一种等效电场 就是带电体的速度 跟磁场cross以后 就好像是有一种电场 这个电场呢 它不是静电场 它不是电荷堆积而产生的 这个电场要注意 它只存在于 Q在什么地方 这个电场就存在什么地方 因为它是Q 应该是QV cross B 它并不是说 这个Q旁边任何一个地方 有这个电场 不是 Q在哪里 哪里就有这样的一个 等效电场 这要注意 代电止点在磁场中所受的力 那现在我们就看这个 比如说这个 XX代表磁场 一个Q带电体 它在P点 它以速度V 跟磁场垂直的方向运动 那么它的力就是Q V cross B 你看V cross B E cross 它的方向就是往负R的方向去 这个就是力 好 这个力根据牛顿第二天律 它要等于什么 这是向心力 等于M 乘上AN AN就是V平方overR 方向是负R的方向 所以这两个相等 我们就发现 这个带电体 在垂直于磁场的方向运动以后 它做的是一个 等速圆周运动 如果这个速度不改变的话 它是等速圆周运动 半径是这么大 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你不要去 去这么计 你要计这个现象 向心力 等于M乘上AN 可以画出来 OK 好 那V 跟V就是切线速度 它在旋转 当然有角速度 对不对 有角速度 我们把这个 带到这个数字里面去 指点座运动 这是指点座运动时候的角速度 带进去 V V等于R Omega R跟R约掉 我们就得Omega 等于QB Over M 你看 这个都是常数 因此 它的 角速度 是个常数 跟半径 无关 然后它的 回旋 它有一个频率 这个频率 这个频率 F等于Omega Over 2π 这个被2π来处 这就是它 止点 它垂直与磁场的方向运动的时候 它回旋的频率 就是这个 如果带电止点的速度 它不是跟磁场 垂直 它是任意方向 那这个时候 速度就可以分成了 跟磁场B 垂直的分量 以及与磁场B 平行的分量 那这个时候呢 平行分量不会受力 只有垂直的 垂直分量不受力 只有平 我看 只有垂直的方向会受力 平行的方向就不受力 因为它是V cross B 等于0 V cross B等于0 像这个 比如说这个是磁场的方向 那么这个带电止点 它有速度 有分量跟磁场垂直 也有分量跟磁场平行 那么平行的分量不受力 垂直的分量受力 垂直的分量受力 那就是做圆周运动 但是它每绕一圈的时候 它已经前进了这么多 因为它有速度 所以它就做一个 螺旋转的路径 所以这个磁点在磁场中 一边做半径为定值的 回旋运动 一边顺着磁场的方向 行进 磁点的轨迹 是为螺旋转 像这个 如果一个磁场 它是磁力线 这个表示磁场很大 这个磁场很小 这个磁场也是很大 如果有一个磁点 它有平行于磁场的力 又有垂直于磁场的速度 平行于磁场的速度 于是它就是 像这个 回旋轻轻 不过它因为磁场的强度不一样 所以它不是像这个 每一个圈半径都一样 它会越来越大 磁场越小的地方 半径越大 绕到磁场越大的地方 半径就越来越小 是这样子的 这是我们地球 地球有北极 有南极 北极又南极 那么我们这个 看看这个画在对不对 这是磁北极 磁南极 看看 磁场 磁南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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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就当做这样好了 比如说这是 这是一个大磁铁 假定它就是一个磁场 从这边磁力线都是这样子之后 封闭的 每一张都是封闭的 我们空中有很多 比如说从太阳 或者从其他的恒星射过来的宇宙线 它就好多带电的离子 带电离子很危险 因为它能量很高 它射到物体的时候 射到我们人会穿过去 我们人就受伤了 可是这个带电极点 经过这个磁力线以后 它会绕着这个磁力线旋转 有的就往北极去了 有的就往南极去了 所以通常这个辐射线 都是集中在这个南北极的地方 就是不是辐射线 这个高门的离子 这里人口密集的地方比较少 这就是磁场保护人 保护人的这个作用 那么当我们这个带电离子 往这边冲的时候 或者往两极冲的时候 因为它的能量很高 速度很大 它会把我们的空气游离 游离了以后 它这个电子被打掉的电子 再回去了 回到它的原子 它会放出一些光线出来 这就是极光的形成 电子速度选择器 比如说这里有个电子源 它放出来的一束电子 它速度很多种 各种各样的速度都有 但是现在我们只要 某一种速度的电子 把它选择只具有 某一种大小的速度的电子 我们怎么样子来选择它呢 你又看不见 我们有一个办法 就是说 我们在这里放一个capacital 这里是正极 这里是负极 当这个电子从电子源出来 再加上电压以后 它就加速出来了 这里出来的电子很多种 但是它跑到这个电厂 电厂是这样子往下的 然后Q 乘上负一 方向就是朝上 Q乘负一 是电子受的电力 那么同时 如果单单只受电力的话 它在这个地方做抛物线 出来以后就做直线运动 打到这个荧幕上面 这个荧幕上面就有一个光点亮点 如果我们同时又摆磁场在这里头 那磁场呢 电子会受什么力呢 Q V cross B 你看V cross B 乘上负的 它受力就是向下 如果单单只有这个力 它会做这样的抛物线 然后打到这个荧幕 亮点就出现在下面 假如 假如 某一种 速度 就是我们要选择某一种速度 的电子 就是让这种速度的电子 它的V 它的FB 等于F1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那么这个大小相等 就是EE乘上EVB 于是我们就得电子的速度 是等于E over B 如果你调整到这个值 就是这个速度V等于E over B 那么凡是这种速度的电子 就走直线 因为这两个力相等 走直线 那你可以在这个地方 用一个牵板挡起来 当中挖一个小洞 凡是符合这个的 走直线就穿过去了 不符合这个条件的 不是向上偏摄 向上偏摄 就是向下偏摄 于是被挡住了 所以凡是能够打到 荧幕上的电子 就是满足这个关系的 这个叫做速度选择器 这一套叫做速度选择器 这个用途很多 我们下一次就会讲它的用途 我们上一堂课 想到电子的速度选择器 就是说从电子源里面射出来的电子 它原本速度有好多种 但是我们只要其中的一种 那么一种速度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 我们就是在电子经过的地方呢 加一个互相垂直的电场跟磁场 然后电子在这个电场跟磁场里面 会受电力跟磁力 那么如果电力等于磁力 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话呢 那么这个电子会走直线 否则它就是弯曲的路径 所以我们只要在这个地方 弄一块牵板 当中挖一个洞 让中间这一树的电子可以通过 那么通过的电子速度就是同一个速度 那我们算出来这个速度呢 是等于电场比上磁场 就是说电子走直线的这一速 它的速度是等于电场与磁场的比 那其他的都不是 那么这个应用很多 比如说我们有一种仪器啊 叫直朴仪 直朴仪是做什么用呢 就是说我们有 有这种 一种叫做同位素 就是说不同的元素 但是它的中子啊 中子不同 就是某一种元素 它里头有的中子 这个跟那个的中子不同 但是它们的子子素都相同 因此这一些元素呢 它们的化学性质都是一样 所以我们称它叫做同位素 化学性质一样就是说 它在我们周期表上的位置啊 是相同的啊 好 那么同位素的表示法是这样子 我们把这个 元素的名称写在这里 左上角 有数字 这个数字代表什么呢 是代表 最接近原子质量的整数 就是说 就是说你这个 元素里面啊 它有 子子 有中子 那么子子素跟中子素 加起来 加起来 那么它的 就是它里头的这个 有多少个这种 这种组成的分子 好 那么 这个七十呢 七十 跟七十二 本来它的质量 并不是一个整数了 但是我们是把它 用最接近那个数目的一个整数 来表示 那么 那么 这个 最接近 原子质量的整数呢 我们就称它叫做Mass Number 叫做质量数 原子质量 是原子和全部 原子的质量啊 是全部 直子的质量 跟中子质量的总和 原子的质量 单位 就是这个原子的质量啊 我们说过是直子质量 跟中子质量的总和 那么 这个原子质量的单位呢 我们是用这个 原子质量单位来表示 就是Atomic Mass Unit 那么简写成为AMU 或者是用U 表示就好了 好 那么一个原子质量 一个AMU 或者一个U 是多少呢 多少公斤呢 我们要计算的时候 都要化成公斤呢 那么它就是 我们用 碳 用碳 碳元素 就是碳同一数的 一个原子的质量的 十二分之一倍 十二分之一倍 比如说我们这个碳元素 它的原子质量 我们定它 一个克分子 叫做十二克 对不对 一个克分子 碳是十二克 我们以这个做标准嘛 好 那么 十二克里面呢 它总共有十二个 它质子加中子 总共有十二个分子 所以我们就取它的 十二分之一 每一个原子质量 就是十二分之一 这十二克 就是每一个克分子 都碳元素 我们定它是十二克 那么碳里 那么原子里头的一个 一个质子或者一个中子 我们就定它的原子质量 是十二分之一的这么多克 好 那么 这个是 我们说 你十二克里面 每一个more 每一个more 是十二克 每一个more里头 有多少个原 多少个分子 多少个原子 如果碳的话 是原子了 它是六点零二成十二十四次 方个more 好 那么 这个 好 约一约就变成 一点六六乘十的负二十四次方克 摆成 化成公斤的话 就是负二 一点六六乘十的负二十七次方公斤 那这就是一个u 一个u ok 一个u 好 那么 记住啊 一个u 换算成为公斤是这个东西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 质朴仪是什么东西 比如说 我们有一种元素 它有好多个同位素 就是它的 直子素都一样 但是中子素不一样 因为中子素不一样 所以它的这个原子质量 就不一样了 就不一样了 那么我们现在要把它 把这个同位素 比如说某一种东西 比如说褶 我们等等会举例 褶 它五种同位素 到底有哪五种 那我们就把这个质呢 放在这个 这个里头 这是一个oven 就是一个高温的炉 把它变成气化 蒸气 以后呢 它从这个窗口啊 就挥发出了 就这个跑出来 跑出来以后 经过这两个加速的击摆 这电厂加速的击摆 它从这个出来以后 速度就很大 可是它的速度有好多种 好多种 那么在经过这个就是速度 选择器 你看这有电厂 有磁场 于是呢 能够从这一条直线 中间这一条直线通过的这个 这个 是同位素啊 它的离子啊 就是 具有相同的速度 但是它的质量不一样啊 速度一样 质量不一样 到了这里以后 出来以后啊 这个半圆形的一个区域里头 也有这个均匀的磁场 是出这个纸面的啊 然后这个 带电体在均匀磁场里面跑的时候呢 它的轨迹 我们上一次说过 是一个圆形的轨迹 对不对 圆形的轨迹 这里 它就 说一个圆形的轨迹 打到这边的时候啊 我们这个 用一张照相底片摆在这里 那么它这个 打到底片以后 会留下一个痕迹 好像是感光一样啊 留下一个痕迹 那么 有多少种同位素呢 它有多少种 就质量不一样了 速度一样 质量不一样 它的半径就不一样啊 你看这个 半径是跟速度 速度一样了 离子的电量也是一样了 但是 磁场也是一样 可是它的质量不一样 所以它的半径不同啊 那么 我们从这个位置 就可以测出 它的 直径来 直径以后就知道半径 知道半径以后 你就知道它的质量啊 那么 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的质量啊 求出来是等于这个东西 好 相者 我说过它有五种同位素 七十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六 七十六 好 这个就是直谱一 三十四 七十四 七十六 七十五 七十六